进阶寄信设定 进阶寄信设定里面这一边的话 我们有分三个栏位 第一个是外寄邮件的代理主机 第二个是寄信时不需要验证的IP位置 第三个是寄送杂道设定 那先讲最上面这一个 这个设定主要在于说 你今天寄信可以透过 其他的SNTP主机帮你寄信 那我们这边可以设定说 比如说你线路如果是中网电信的 那你就可以请ISP的 sntp server 帮你去寄 那我这边设定一下 好我这边设定好 这边这是个 可以然后你设定好之后 你可以用邮件测试去 测试去寄看看 那我们会谈出那个视窗 那这个视窗是说他沟通过程 只要出现这个蓝色的字眼 他就是成功的意思 那如果是出现红色 他会是一个L 然后跟你讲说什么错误 那你这样子的设定 这样就可以了 就按储存 你所有寄信的方向 会先到这一个IP位置 或是网域 他然后再出去 那 那 第二个中间这一个 是一个寄信时 不需要验证 那这意思是说 我们上面刚第一个 我们是请别人寄信 第二个是 别人请我们寄信 那这个功能就叫你说 人家如果要拖 拜托我们设定 我们把他只要把他IP加进去 我们不管他们是谁 哪个账号 他叫IP对 是这一个我里面这一个 我就会把他 让他帮他寄信这样子的动作 那这边设定只要输入IP 呃 或者照这样就可以了 那第三个 这里有个寄信找到设定 这设定 其实的跟最上面是一样的 那差别在于说 上面这一个设定是 你全部 total所有信件 你只要设定上去 全部都会往那一个主机丢 那我们这 寄送找到的话 变成是我们可以细分 我今天我不想要全部 我可能想要我只要寄到某一个网域 寄到他那边 请别人帮我寄这样就好 其他的还是正常的方式 透过我主机去寄 那设定方式 比如说举个范围 那我今天Gmail 我寄到Gmail都被挡了 那我怎么办 那我可不可以用这个设定 那是可以的 那你设定方式是说 我今天设Gmail 第一个栏位去设定说 我要寄给对方的网域 比如这样子 我只要寄到Gmail的 都请中华电信帮我去寄 那你破号不设 预设就是25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我按确定说 这样子设定的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内部寄到Gmail 都是请中华电信帮我寄 那我寄到其他的 比如说他没有其他 Yahoo 我还是透过自己本机去寄 那这个功能 在这里的功能 最主要是说 你当你的IP信品 或者是你寄信 会被人家阻挡的时候 这也可以做个暂时缓解的动作